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场口岸检疫工作作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 检疫任务繁重 今天上午 我是组派的35名医护人员出征广州 支援海关白云机场口岸现场采样工作 市长曾风宝到现场为出征的队员送行加油打气 35名医护人员分别来自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汕大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汕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汕大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市中心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 此次前往支援广州海关 任务是对国外入境人员进行血样和烟饰子采集 曾风宝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出征的义务人员表示感谢和祝福 他说 在万家团圆的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35位白衣战士舍小家顾大家 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 出征广州支援抗疫工作 践行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 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间大爱 任务神圣 使命光荣 令人感动 也让我们倍感自豪 希望出征的全体队员 弘扬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 舍身忘死 尊重科学 命令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履行好职责 守护好国门 完成好任务 同时要保护自身安全 平安归来 各有关单位要提供充分到位的后方保障 主动上门慰问 积极帮助解决医务人员 及其家属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稳固好后方 全力解除队员们的后顾之忧 在接下来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我们将服从组织的安排 遥及使命勇往直前 觉得是一次特别荣幸的事情吧 为抗疫做一份贡献 国家在单头这个防疫工作的需要 我们一定作为父母的支持子女的工作 市领导林小勇 蔡荣参加活动 十四五大幕初起 汕头昂首进入新发展阶段 开好局 起好步 事关发展全局 在今年的市两会上 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肩负全市人民的重托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 以全局之势 见肺腑之言 现务实之策 展现了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 新风貌 奋力推动汕头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谱写新征程上的汕头华美篇章 过去的五年 汕头夯实基础 机后城市 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 保稳定各项工作 完成十三五主要目标任务 经济社会发展 迈上新的大台阶 这让不少代表委员感到振奋 市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详细回顾了 十三五时期汕头所取得的成绩 其中 经济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让我强烈感受到我们强大的中国力量 2020年是充满困难的一年 但是我们全市上下齐心协力 加速经济恢复 稳定经济基本盘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坚强不屈 迎难而上的中国精神的体现 这给我们未来发展 注入信心 站在十四五新起点上 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021年 汕头牢牢把握新时代的新定位 新目标 新任务 统筹推进五位议题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立足新发展阶段 坚持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高标准 高质量 高效率 做好各项工作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 代表委员对汕头的未来发展 充满期待 政府工作报告里头 提到实际民生十四 有关的治理污水 美丽乡村降涉 对于移基环境提高 提高人的幸福感 大家共同的努力下 我们众粮大户一起抱堂发展 来带动周边小农户一起崩坑 我是目前交通路往 在加强建设当中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汕头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 按照计划 2023年时速350公里的 山山高铁将开进汕头火车站 所以我期待汕头能以此为契机 加快推进龙湖中央商务区的建设 市政府工作报告 对新一年的工作进行部署 是指导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各方面 充分体现了五位议题的总体布局 我相信这将在新征程中 更好推动城市的全面发展 市会的全面进步 在此次市两会上 来自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 和来自各个界别的政协委员 齐聚一堂 凝聚发展共识 共商发展大计 为十四五时期汕头开启新征程 积极建言宪策 大家宁心俱立 中共体现了我们集中力量 棒大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我们就希望借入政协这个平台 更好地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年我的提案是 加快5G技术应用推广 推动我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加速5G在社会民生治理领域的普及应用 市两会闭幕后 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 将把市两会凝聚的共识 激发的干净 带回到基层一线群众当中 拿出开局就要决战 起步就要冲刺的奋发姿态 高质量地把十四五美好愿景 书写在驼城大地上 我将以此两会为新的起点 切实做到不负众万 履职为名 勇于担当服务大局 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 积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 努力实现人大担当和作为 我们将不负众托 不如使命 谋定目标不懈怠 脚踏实地加油干 突出创新 加快转型 奋力谱写新增程中的 汕头华美篇章 市传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近日委员们满怀信心返回工作岗位 用实际行动奋力开启 新时代汕头经济特区新增程 委员们纷纷表示 回到工作岗位后 将把大会精神传达好 贯彻好 落实好 继续发挥委员联系一界 团结一片 引领一方的重要作用 把会议精神转化为 社会各界共识行动 用行动奋力推动 汕头实现新定位 新目标 新任务 深感我是站在千载南风的历史机遇上 赢头感上的信心和决心 特别是报道当中有很大的篇幅 提到了举全市之力 办好第三届亚青会 向世界展示展新的汕头 更是激励着我们 卯足干劲 加油干 我们回到香港之后 会将这个第五次会议的精神和要求 认真的和港澳委员 家乡的朋友们进行交流 这次汕头真的起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投资环境和影响环境 很过去的进步好多 让我们很有信心 来把全海外的资源 引进到汕头来落地 我深刻的体会到了 咱们新时代下汕头经济特区的 迎头赶上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作为委员 下来我也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来履行我作为政协委员的一个义务 希望能够把汕头经济特区迎头赶上 我们能够填一份我们的力量 今天下午 市委办公室系统宣传系统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学习是14届人大7次会议 市政协13届5次会议精神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 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 是两会精神 是当前全市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市委办公室系统 宣传系统 要加强组织领导 周密安排部署 认真组织学习 弄懂吃透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市工作安排 更好的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和突破口 聚焦重点 狠抓落实 确保汕头在新征程上 卖好第一步 展现新气象 坚持屡职尽责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协助市委抓好学习贯彻和任务落实 扎实推动市委全会和市两会各项部署 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带头改进作风 提升能力 兜牢底线 推动三服务和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作 往前赶加紧坐 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同轴运转 同向发力 增强底线意识 坚持安全过节 文明过节 连节过节 做好疫情防控 节日慰问 值班值守等工作 确保岁末年初平安稳定 今天出版的汕头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 在新征程上迈好第一步展现新气象 热烈祝贺2021年汕头市两会胜利闭幕 文章指出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点上 这是一次成前起后 宁心俱立的重要会议 大会科学谋划我是未来五年 乃至2035年发展新蓝图 明确了今后五年 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 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明确提出 今年要重点抓好的八个方面工作 传递出强信心 聚人心 祝同心的强大正能量 增强了全市上下 应对风险挑战冲击 预先机开心局的信心和干劲 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 指明奋进方向 文章强调 起步就是冲刺 开局即是决战 我们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 慢不得的危机感 坐不住的责任感 感恩奋进 起而行之 全力以赴 推动汕头在新征城上 迈好第一步 展现新气象 来看下一条消息 近日 中央文明办确定2021至2023年 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名单 447个城市直辖市城区入围 本轮创建周期 汕头网上有名 全国文明城市是衡量一座城市 综合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最高荣誉 含金量极高 创建难度也最大 近年来 市委市政府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随着创建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 拆围建 准事容 强击建 惠民生 抓交通 滞溜乱 数点形 唱风上 文明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让市民真切感受到 文明创建带来的实实在在变化 这两年搞得挺可以的还行 变化比较大 这两年通过创文来提升城乡环境 也给城乡的一些居民 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幸福感 也提升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获得感 复为提名城市 意味着新一轮创建工作正式开始 更意味着我们必须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在原有的基础上 以更严更高更实要求开展各项创建活动 新年一时 我是召开精神文明建设大会 即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交通秩序整治第三轮百日行动动员大会 向全市上下发出奋力真创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的动员令 全市宣传工作会议贯彻动员会精神 部署落系落实一系列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任务 创建再出发如何迈起步 记者从事创建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今年的重中之重 使加大力度推进拆围治乱 交通秩序整治和黑臭水体环境卫生治理 近期我是迅速行动针对全市主次干道市容环境 及市政设施规范化 开展了一系列专项督察暗访 以督促改 以督促建 持续掀起创建工作热潮 此外还开展了汕头经济特区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主题宣传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把文明传递给更多人 创建文明城市是一项久久围攻的系统工程 我是提出将以更大力度 更大决心 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我们在创建文明城市 第二个可能说今年底要搞一个亚新费 所以在这一点政府下的力度是蛮大的 一个城市的文明如果一直都在提升 就是创文继续做好 然后让我们黄金变得更好 通过创文可以提高 不断提高人们的文明素养 为推进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提制升级 1月28号下午 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织对龙虎区 华侨试验区 东海岸新城内的建筑工地周边 开展暗访督查专项行动 检查中发现 黄河路沿线工地大部分都没有装 或没有开喷灵设施 黄河路和天山路交接处 有一堆建筑石块 现场没有加装建筑为党 高兴加油站前工地 没有装喷灵设施 为党不完善 黄河路和松山路交接的工地 没有加装为党 黄河路和庐山路交接的工地 无喷灵设施 珠城路黄挫围旁 已建筑工地门口堆放有杂物 地面有砂石漏洒 为党上喷灵设施没有开 形同虚设 珠港三路道路两旁 脏乱差问题突出 路边砂石遍地 也没有安装为党 松山南路一泥头车 从工地出来后 带出泥土导致路面很脏 为党的喷灵设施也没有开 金沙东路滑润工地 为党没有加装喷灵设施 有塑料为党破损倒地 华侨试验区示范性高中项目 为毕设施上张贴的标语成就 天河名门靠东海岸的建筑工地 宜宣地产和宇湾项目 再建工地为党 没有设置喷灵设施 建筑沙土堆积到马路边上 人行道上摩托车乱停乱放 在置地公馆项目外 路面一角疑似被大车碾压 破损严重 金湾学校外的维币设施 破损脱落 滨海大道景观台排下布满灰尘 排底下废弃物堆积 山头大学东校区 继亚青会场馆项目173号门外的路边 有垃圾废弃物 外围部分围壁 没有设置喷灵设施 大风吹过 沙土满天飞 文明城市需要文明工地 针对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 是创建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管理单位 快速落实整改 强化巡查管理 同时要求各建筑单位自决做好门前三包 完善建筑伪党 使伪党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文明树兴风的文化墙 营造出创建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 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来看交警部门公布的1月19号至25号期间 违法行驶的公务车 以及这些车辆近三年来的交通违法记录情况 号牌为月低09F75的车辆 所属单位汕头市朝阳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近三年共有三次违法记录 号牌为月低76E21的车辆 所属单位汕头市朝阳区地方公路管理总站 近三年共有一次违法记录 号牌为月低9122C的车辆 所属单位汕头市朝阳区交通局道路运输管理总站 近三年共有一次违法记录 号牌为月低RU018的车辆 所属单位汕头市朝阳区总工会 近三年共有两次违法记录 号牌为月低J5161的车辆 所属单位汕头市结合病防治所 近三年共有两次违法记录 号牌为月低TX333的车辆 所属单位汕头市津平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 近三年共有一次违法记录 号牌为月低ZF929的车辆 所属单位汕头市豪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近三年共有一次违法记录 号牌为月低C6803的车辆 所属单位汕头市豪江区确实接到社区服务中心 近三年共有一次违法记录 站在新一轮文明创建的奋斗征程上 我们既要看到既有的文明创建成果和打架的良好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各种不文明行为仍存在我们的身边 文明创建任重道远 因此我们要以此次提名为契机 以更大力度更大决心掀起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热潮 确保开好头 骑好步 努力赢得先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文明创头的见证者 参与者 受益者 要自觉当好主人翁 为创头争创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加快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级 做出应有贡献 针对部分摩托车轻便摩托车 违法在城市中心区域行驶的情况 近日市交警部门发出通知强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汕头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相关规定 非汕头市号牌即2014年3月1日后 在城海 朝阳 朝南区 南澳县注册登记的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禁止进入汕头市城市中心区域行驶 上述车辆需经中心区域通行的阴暗以下路线行驶 国道三二四线外沙 夏浦桥闸老桥 善章北路 善章梅西桥路口以北 梅西桥 沪堤路 沪堤梅西桥路口以南 沪堤金凤路口以北 金凤中路 大雪路 大雪金凤中路路口以西 金凤路桥 西港桥 确实大桥通过 对不按指定路线行驶的车辆 交警部门将依法予以查处 春运期间 人流物流将大幅增加 尤其是农村地区 返乡人员增多 疫情输入及扩散风险增大 今天上午 是新冠疫情防控指挥办 举行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演练 提高我市防控疫情应急响应与处置能力 演练紧密围绕当前疫情防控重点 检验我市在流行病学调查 病例转运 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等方面的准备情况 副市长林小勇参加活动 本次演练是模拟在龙湖区 新海街道某村 一村名字国内的中风险地区返乡过年 那村委会也是三人小组落实这种立即排查 那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该村民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为阳性 街道也是立即上报给区的防控中心 接而向市的疾控中心报告相关的情况 与此同时 区防控指挥部也派人管控了病假现场 而市疾控中心的流调队员也已经赶赴现场 流调人员迅速开展流行病学信息调查 实施相关管控措施 调查结束后划定防控范围 并启动全民核酸检测应急预案 流调是指引整个疫情的防控的一个进程 是一个指南征一个方向 有针对性的进行防控 所以我们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的时候 当地居村委这些地方 我们要画一个一个小的一个范围去做这个全民核酸的 所以说这些当地的这些部门要提前做好这些应对措施 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办 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全面落实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 紧盯农村地区防控薄弱环节和重点人群 做好返乡重点人员的摸牌 做好农村疫情监测 我们目前加强对他们这些重点人员 中高风险地区访向省外的要提供 7天内的那个核酸证明 然后一旦有什么身体的一个状况 或者有什么重点的一些接触 要主动向村市区报告 我们那个三人小组会跟进 做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管控 尽量减少那个访亲访友 特别是不要参加大规模的人群的这些聚集活动 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而在市中心医院 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黄衣天使 他们就是医院的志愿者服务队 这支志愿服务队成立于1995年 已有注册志愿者1500多人 他们用辛勤的付出 在医患之间搭建起良好的沟通桥梁 我们这个检验报告可不可以搞成 那个电子单发到手机上 有一定会对他 你用微信那个公众号 公众公众号 然后上面可以自己查 像这样的患者咨询 志愿者李延每天要接待上百位 志愿者们零距离的贴心服务 满足了患者多元服务需求 我们一般的执行一个手段责任制 病人咨询的话 我们都会给病人的答复 2020年以来 市中心医院志愿者服务队 还组织开展了互联网医院医疹活动 疫情防控应急志愿服务活动 关爱一线医务人员医疹活动 无偿限写活动和文明交通志愿活动等 充分发挥医疗优势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头新闻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